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婆婆生日那天,我提前给婆婆买了一个三千块的包做礼物。 但婆婆看到礼物之后却嫌弃地说, 怎么就买个这啊,这个破包能值几个钱? 我看邻居里大妈陈大妈手上都戴着明晃晃的金镯子呢, 就我什么都没有。 说着,婆婆还看了我好几眼, 我心里知道婆婆嫌我给她买的礼物太便宜, 想要金手镯。 但我们家的条件也不宽裕, 老公收入不稳定, 少的时候一个月只挣两千块钱。 我一个人的工资要还车贷, 要养家, 哪来的那么多钱给婆婆买金手镯? 婆婆看我不应声, 重重地把碗一推, 翻了个白眼说, 我活了一辈子, 连个金手镯也没戴过, 还有什么意思? 不吃了? 说完气呼呼地回了房间。 我看着自己忙活了一上午, 好不容易做好的一桌的菜, 忍不住委屈地直掉眼泪。 老公看婆婆进了房间, 也皱着眉对我说, 娜娜, 不是我说你, 咱妈想要金手镯, 你就给她买一个呀, 妈这一辈子特别辛苦, 好不容易才把我拉着大, 不能连她这个愿望都满足不了吧。 我叹了口气对老公说, 我也不是不想给她买, 可是咱家哪来的钱? 老公一听我提钱, 立刻不高兴地说, 我挣的钱不是都给你了, 你怎么那么大手大脚? 你是我的儿媳妇, 本来就该先考虑我妈, 别整天乱花钱。 老公说的话让我心凉了半截, 老公干的是销售类的工作, 虽然有的时候工资会比较高, 但是大部分时间每个月只挣个基本工资, 家里要还车贷, 还要日常开销, 老公还喜欢钓鱼, 每个月光买钓鱼竿都要花好几千块钱。 我根本就不敢乱花钱, 一年到头也买不了几件衣服, 化妆品首饰更是不敢买, 没想到现在老公竟然这么说我。 老公看我脸色不对, 缓和了语气说道, 娜娜, 我不是说你, 我的意思是咱妈太辛苦了, 咱们的生活晚辈确实该孝顺她。 你不是马上要发工资了, 就用你的工资给咱妈买个金手镯吧。 记住, 一定要买大的, 千万不要买小了, 我可丢不起那个人。 听着老公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话, 我心里虽然有些生气, 但为了一家的和睦, 我还是答应给婆婆买一个金手镯。 婆婆知道我要给她买金手镯, 立刻喜笑颜开, 脸上的褶子都快笑成一朵菊花了。 她拉着我的手不停地说, 还是我的儿媳妇好, 对我跟亲妈似的。 去买金手镯, 那天我本来想着买个四五十克的就差不多了, 结果婆婆张口就要一百克的。 我工资虽然不低, 但是一百克的金手镯 也要我将近三个月的工资, 家里这个月还有许多花销呢。 我想劝婆婆买买个小的, 但婆婆却当着金店所有人的面, 开始撒泼打滚, 她边哭边喊。 我老婆子这一辈子这么辛苦, 买个金手镯怎么还得讨价还价, 我就要买个最大的。 老公也一脸不高兴地说, 娜娜,你怎么回事? 这不是给我丢脸吗? 我一个大男人给我妈买金手镯, 还要买小的吗? 就要一百克的。 婆婆的哭喊声引来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 老公又不停地在一旁催促, 我没办法只能拿出了压箱底的积蓄, 给婆婆买了一个一百克的金手镯。 婆婆这才拍拍屁股从地上爬了起来, 回家的一路上她戴着手镯不停地炫耀。 而我却在心里默默计算, 该怎么从自己身上省出点钱, 凑齐这个月要还的车贷。 我本以为给婆婆买完手镯之后, 家里就能恢复往日的平静。 但没想到从此之后, 婆婆只要见到人就说, 还是我儿子有本事能挣钱, 给我买了个一百克的金手镯, 我真是养了个好儿子。 邻居刘大妈实在看不下去, 提醒道, 臣姐,给你买手镯的不是你儿媳妇吗? 你怎么能只夸你儿子不夸你儿媳妇? 婆婆私下看了看, 没有看到在厨房洗碗的我。 她这才翻着白眼, 用嫌弃的语气说, 那个贱披子花的钱还不都是我儿子挣的, 她不就是想拿我儿子挣的钱来巴结我吗? 我呸,门都没有, 别想让我夸她。 在厨房洗碗的我愣在了原地, 我没想到婆婆竟然会在背后这么说我。 我结婚前, 我妈就一直教育我, 要把婆婆当成亲妈一样来尊敬, 所以结婚之后我一直十分尊重婆婆。 尽管婆婆处处找茬, 但我为了家庭的和睦, 从不跟她一般见识, 甚至花三个月的工资给她买金手镯。 没想到这在婆婆嘴里竟然成了我花她儿子的钱巴结她。 婆婆正说得起劲, 忍无可忍地我冲出了厨房对婆婆说, 妈,你刚才说什么? 婆婆没想到我在家, 瞬间愣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才尴尬地说, 娜娜,你怎么在家? 我冷笑了一声说, 你别管我怎么在家, 你嘴里的贱披子是说谁。 刘大妈看情况不对, 连忙说, 你们先聊, 我家还有事, 我先回家了。 刘大妈走之后, 我再也忍受不住心里的怒火, 拍着桌子问婆婆, 妈,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儿子每天挣多少钱, 你不知道吗? 你靠你儿子一辈子也给你买不了金手镯。 婆婆看我真的生了气, 也不敢反驳, 只能低着头说, 对, 而媳妇你说得对, 都怪妈妈老了, 总是乱说话, 都怪我这张嘴, 说着婆婆就开始扇起她自己的脸。 我抱着手对婆婆说, 妈, 别做样子啊, 要扇就扇狠点, 省得这张嘴再胡说。 婆婆没办法, 只能不停地扇着自己的脸, 很快嘴角就被扇出了血。 看着婆婆这个凄惨的样子, 我心里才痛快了许多。 我冷冷丢下了一句, 妈, 以后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嘴, 否则下次我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说完我就回了房间, 虽然我还是感觉十分寒心, 但是婆婆也受到了惩罚, 我本以为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烦心的事了。 可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婆婆出门回来之后, 就开始坐在客厅里大哭。 边哭边说, 我命也太苦了, 本来想着儿媳妇给买个金镯子, 没想到她竟然给我买假货。 婆婆边说边拽下了手上的镯子,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老公惊讶地说, 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娜娜, 给你买的金镯子怎么可能是假的? 婆婆一边擦眼泪一边好, 怎么不可能是假的? 今天我带着镯子出去散步, 公园有个老太太说一看我这个镯子就是假的, 橙色根本就不对, 我专门去做了鉴定, 结果真的是个假镯子。 婆婆的话音刚落, 老公就皱着眉头冲着我大吼, 周娜娜, 这是怎么回事? 你竟然给我妈买假镯子? 一旁的我虽然也有些疑惑, 但还是坚定地回答道, 这不可能, 我们几个一起去金店买的, 怎么会有假? 我话还没说完, 婆婆就着急地打断我, 怎么不可能, 肯定是你和金店那些人串通好的, 故意骗我这个老婆子。 我从地上捡起了婆婆扔下的金镯子, 仔细端下, 样子重量都和在金店买的一模一样。 这让我有点糊涂, 我明明去的是正规金店, 怎么可能买到假黄金? 我对婆婆说, 妈, 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 明明是真黄金, 怎么能是假的? 我刚说完, 婆婆就扑上来扯着我又撕又打,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傻是不是, 我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就让人给骗了? 老公狐疑地看了看我, 我有些生气地说, 王川,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也怀疑我是不是? 老公叹了口气说, 我也不知道, 现在一个是我妈, 一个是我老婆, 我哪知道你们俩谁说得对, 要不就去附近的金店检测一下, 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冷笑一声对王川说, 你不还是不相信我吗? 好, 既然你怀疑镯子是假的, 那我们就到金店去检查看看。 到了金店之后, 我把镯子递给了工作人员, 我本以为镯子100%是真的, 但是没想到工作人员却告诉我, 这个镯子是假的。 镯子只有外面有一层薄薄的金箔, 里面全都是铜座的。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王川直接把我从金店里拽了出来, 在马路边指着我大骂, 周娜娜, 你怎么这么心术不正, 竟然敢给我妈买假镯子,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正想辩解, 王川就狠狠一巴掌扇在了我脸上, 而婆婆却在一旁叫好, 儿子打得好, 对付这种心术不正的恶毒女人, 就得狠狠地打, 再给我打她一巴掌。 王川听了婆婆的话, 伸手又要打我, 我被气得浑身发抖, 一把抓住王川的手臂, 反手给了她一耳。 我这一下用了十成十的力道, 王川直接被我打得嘴角流血, 婆婆健壮扑到我身上, 就要打我。 你这个贱女人, 竟然敢打我儿子, 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 而我也没留情, 一脚踹倒了婆婆, 对着愣神的王川说, 既然你觉得我心术不正, 那以后你们家的事我都不管了, 你的工资也不用交给我了, 咱们各算各的。 王川还没说话, 婆婆就在旁边迫不及待地说, 算你十项, 我儿子挣的钱本来就该我儿子拿着, 你不管我们家的事太好了, 以后有我儿子孝顺我就行了。 我冷笑, 好啊, 就让我看看婆婆这个早就习惯了孝心外包的儿子, 以后会怎么孝顺他。 回家后, 婆婆迫不及待地让我把老公这个月的工资还给他。 我冷笑一声, 给老公赚了两千块钱。 对他说, 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可是给你了, 以后你自己的工资卡你也拿着, 没钱的千万别找我要。 婆婆看只有两千块钱, 立刻不满地大喊道, 你是不是偷我儿子的钱了? 怎么会只有两千? 我冷笑着说, 你儿子这个月就发两千块钱, 我还不至于看上你儿子那点钱。 老公站红着脸说, 那是这个月大环境不好, 你等着吧, 下个月我肯定比你发的工资高。 我翻了个白眼, 自从我和王川结婚之后, 这句话我已经听了无数遍。 我每个月收入十分稳定, 大概在两万块钱左右, 而老公最多的时候也只拿过一万多的工资, 这半年更是每个月只有两千块钱的基本工资。 所以我倒要看看老公和婆婆 怎么靠着这两千块钱活下去。 此处为付费节点。 虽然钱比较少, 但是老公拿到钱之后还是大手大脚地花了起来, 带着婆婆下了好几次管子。 没过一星期就把钱花得一干二净, 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母子两人只能啃干馒头就白开水。 而我却每天变着花样的点外卖, 今天吃火锅, 明天吃烤肉, 把老公跟婆婆馋得直流口水。 几天后, 老公实在受不了了, 陪着笑问我, 娜娜, 你的外卖能不能分我们一点? 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我摇了摇头冷漠地说, 不行, 我们已经说好了各管各的, 这是我花钱点的, 你们凭什么吃? 周娜娜你怎么这么说? 你不让我吃也就算了, 你总得让我妈吃吧, 我妈现在年纪大了, 你是她儿媳妇, 难道不该孝顺她吗? 婆婆装模作样地咳了几声说, 娜娜,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好儿媳妇。 你肯定不会这么狠心的, 对不对? 我慢条思理地拿起外卖, 王川, 你妈吃不上饭, 你应该努力去挣钱, 让你妈吃上饭, 而不是在这搞笑心外包, 她是你妈, 我凭什么要管? 说完我拿起外卖, 就回了房间, 但我走之前, 却故意落在客厅餐桌上, 一盒红烧肉。 两分钟之后, 我又回到了客厅, 婆婆和王川, 看着那盒红烧肉眼放绿光。 正准备下手往嘴里塞, 我却直接抢过饭盒对他们说, 不好意思, 这是我买来喂狗的。 王川拍着桌子冲我大喊, 周娜娜, 你欺人太甚了吧, 我果然没看错, 你就是个心术不正, 心思歹毒的女人。 我冷笑一声, 拿起红烧肉, 直接倒进了马桶里, 转身对着脸色铁青的王川和婆婆说, 对呀, 我就是心思恶毒, 又怎么样? 我现在改主意了, 我不喂狗了, 我把红烧肉冲进马桶, 也不让你们吃。 虽然这么做有些浪费粮食, 但看着王川攥紧的双拳和婆婆通红的眼眶, 我心里感觉特别畅快。 以前我为了家庭的和睦, 从不跟婆婆一般见识, 但是却总是委屈自己, 如今彻底跟婆婆和王川撕破脸, 我也终于能出了这口恶气。 还没过几天, 王川和婆婆就连馒头都吃不上了。 王川平时就喜欢打肿脸充胖子, 所以这个时候他宁愿挨饿, 也拉不下脸去兼职挣钱。 我下班回家时, 正听到王川对饿的脸色发白的婆婆大喊, 妈,你怎么吃那么多? 一个馒头你吃了半个, 你一个老太太就应该少吃点, 我一个年轻人就应该多吃点, 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 婆婆声音嘶哑地说, 小川,妈实在是太饿了。 再说了, 你不是说以后会孝顺我的吗? 怎么连半个馒头都不愿意让我吃? 王川不耐烦地回答道, 我也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孝顺你啊, 现在我自己都饿着肚子, 哪有空管你? 看着婆婆一脸受伤的表情, 我忍不住在心里暗爽。 之前婆婆的要求我总是会尽量满足, 可婆婆从来没说过一句好话, 逢人就夸他儿子有本事, 又贴心又孝顺。 王川也总是孝心外包, 动不动就说婆婆不容易, 让我好好孝顺他妈。 没想到刚饿了几天, 这对看似母慈子孝的母子, 竟然就为了一个馒头炒起来了。 等他们炒得差不多了, 我才走进了家门。 婆婆一看见我, 立刻哭丧着脸说, 娜娜, 妈再也受不了了, 妈给你道歉, 你别不管我了。 我看话还没说完, 老公就立声说, 妈, 谁让你给他道歉的, 你怎么这么没骨气? 这件事我们本来就没错。 看着老公一脸硬气的表情, 我忍不住在心里冷笑, 老公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其实他只是觉得 给我道歉上面子, 等着我主动给他台阶下。 之前我们每次发生矛盾的时候, 他都是这个态度, 一般我都会给他台阶下, 老公才一副 勉为其难的样子跟我和好, 但这次我可不会再理会他。 于是我摇了摇头对婆婆说, 你也听到你儿子说了什么, 可不是我不管你, 是你儿子不让我管你。 接下来的几天, 老公和婆婆又硬挺了几天, 最后两人甚至饿得趴在桌子上, 起都起不来。 就在这时, 我家的大门被人敲响了, 我打开门一看, 门外站着的是好久不见的小姑子。 小姑子一进门, 婆婆眼里立刻有了光彩, 她拉住小姑子的手, 激动地说, 莉莉,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到外地出差了吗? 小姑子坐在婆婆的身边回答道, 本来说要出差三个月, 但是因为公司临时出了点事, 所以一个月就回来了。 妈, 妈, 你跟我哥怎么了? 你们俩怎么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跟没吃饭似的。 小姑子话音刚落, 婆婆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她边哭边对小姑子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小姑子听完, 立刻站起来指着我大骂, 周娜娜, 你还是人吗?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妈都六十了, 你还这么对她, 你懂不懂得孝敬老人。 我以着门框冷笑道, 王莉莉, 是你妈和你哥自己说的, 不用我管他们, 你哥的工资我可是给她了, 她自己撑不到下个月发工资, 我有什么办法? 小姑子插着腰大喊, 我哥说, 让你不让你管你就不管了, 就你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当我们老王家的儿媳妇, 果然是个外人。 你这么对我妈和我哥, 实在是太冷血了。 我耸了耸肩, 我就是冷血怎么样, 你要是不冷血你, 就管你哥和你妈呀, 你给他们钱不就行了? 老公听了这话, 立刻来了精神, 对小姑子说, 莉莉, 哥最疼你了, 你先借给哥两万块钱, 等哥下个月工资发了, 就还你。 小姑子也知道老公的工资情况, 因此一听老公说借钱, 立刻转移话题, 哥, 别提什么钱不钱的,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吃饱肚子再说, 我看你都饿成这个样子了, 还是先去吃饭吧。 楼下有家特别实惠的面馆, 我带你和妈去吃饭, 一听有饭吃。 老公和婆婆立刻兴奋地跟着小姑子下了楼, 一个小时之后, 三人一起回来了, 吃饱了肚子老公和婆婆又来了精神, 婆婆坐在沙发上面跟小姑子聊天, 编指桑骂怀, 莉莉啊, 还好妈有你, 不像有的女人心思那么歹毒, 差点把妈给饿死, 最好老天爷下来一道雷把她给劈了。 小姑子也激动地挥着手附和, 就是就是, 妈你说得对, 这种女人就应该天打舞雷轰。 可我却根本没理会小姑子和婆婆在骂什么, 因为我在小姑子不停挥舞的双手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 是一个月前我给婆婆买的那只金手镯。 我一把抓住小姑子不停挥舞的手, 吏声问道, 王莉莉, 你这只手镯是哪来的? 小姑子心虚地眨了眨眼, 又看了看婆婆。 婆婆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立刻大喊道, 周娜娜,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女儿的手镯肯定是她自己买的呀。 我冷笑, 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莉莉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块吗? 她基本上越越都是月光族, 哪来的钱买金手镯? 小姑子的一把挥开我的手, 开始在地上撒泼打滚。 周娜娜, 你也太狠毒了吧, 欺负我哥和我妈也就算了, 还来欺负我。 我自己买的金手镯, 你凭什么怀疑我? 你凭什么怀疑是我拿了妈的金手镯? 我死死地盯着小姑子问道, 王莉莉, 我只是问了问你从哪来的金手镯, 你就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还口口声声说, 不是拿妈的, 我什么时候说拿了妈的金手镯? 你要不是心虚, 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 小姑子这才后知后觉地捂住了嘴巴。 婆婆看事情不好, 立刻冲进了卧室, 对还在午睡的王川喊道, 儿子, 你快醒醒, 你老婆欺负我和你妹妹。 王川被吵醒后, 不耐烦地对婆婆说, 妈, 又怎么了? 婆婆哭着说, 儿子, 你妹妹省吃俭用, 给自己买了个金手镯, 周娜娜飞说, 你妹是偷的, 说是你妹妹把之前她给我买的那个金手镯拿走了。 老公一听婆婆的话, 立刻皱起了眉头, 冲到我面前大喊, 周娜娜, 我是不是太让着你了? 之前你欺负我们母子俩就算了, 现在连我妹妹都欺负你, 当我们一家人是好惹的吗? 面对怒气冲冲的王川, 我却勾起嘴角笑了笑, 既然你不相信, 那我们只好报警了, 让警察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着我拿出手机, 正准备按下110。 小姑子却突然冲过来, 抢过我的手机。 他心虚地说, 我看就不用了吧, 这都是我们家自己的事, 如果报警别人不都知道, 我们家吵架了, 家丑不给外扬, 你说是吧, 嫂子。 我冷冷地看着小姑子说, 你现在知道我是你嫂子了, 你要不心虚的话, 为什么不让我报警? 你抢了我手机也没用,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现场报案。 说完我拉开房门就准备离开, 婆婆却在我身后喊道, 娜娜, 你快回来, 千万别去报警, 不是莉莉偷的, 手镯是我给她的。 我猛地转过身, 死死地盯着婆婆说, 你终于承认了, 你老实说,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镯子给了王莉莉? 那个假镯子是哪来的? 婆婆低下头心虚地说, 上个月莉莉出差前, 我把镯子给她了, 那个假手镯是我自己买的。 王川有些崩溃地对着婆婆大喊,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说是娜娜给你买了假手镯? 婆婆被王川吓了一跳, 哭丧着脸, 说出了她这么做原因。 原来那天婆婆说我坏话, 被我发现之后, 她就一直怀恨在心, 所以就悄悄把手镯给了小姑子, 然后自己去地摊上花了五块钱, 买了个假手镯陷害我。 婆婆说完原因之后, 王川被气得跳脚, 她指着婆婆大喊, 妈, 你是不是疯了?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跟娜娜根本不会吵架, 我们俩前几天又怎么会受那么多苦。 婆婆坐在沙发上, 一个劲地抹眼泪, 老公蹲在地上, 不停地揪着头发, 一边揪头发, 一边唉声叹气。 小姑子看事情不对, 赶快把手手镯放在了茶几上。 小心翼翼地对我说, 嫂子, 镯子给我放着了, 这件事跟我没关系, 你千万别报警, 说我偷东西, 我这就走。 小姑子说完这句话之后就, 急匆匆地离开了。 我瞥了一眼婆婆和老公, 觉得看他们俩一眼就心烦得不行, 拿起手镯就进了卧室。 第二天, 本以为王川会向我道歉, 但没想到他却像这件事没有发生一样, 对我说, 老婆, 我看中一款鱼竿要两千块, 你一会儿把钱转给我, 我要去把鱼竿买下来。 我真没想到王川这么不要脸, 竟然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向我要钱。 我冷哼一声对他说, 我凭什么给你转钱? 你这个月的工资我已经给你了。 王川愣个愣, 脸上立刻出现了不耐烦的表情, 周娜娜, 你适可而止好不好? 我都不计较这件事了, 你还说什么? 我给你台阶你就下呗。 我随手拿起茶杯, 喝了口水不紧不慢地说, 我什么时候让你给我台阶下了? 这件事是不可能这样随随便便接过去的。 王川皱着眉, 更加不耐烦地说, 那我给你道歉行了吧? 你不就等我这句话吗? 我对不起你行不行? 看着王川一副做出巨大牺牲的样子, 我就忍不住想笑。 王川, 你未免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谁稀罕你的道歉? 我已经拟好了离婚协议书, 你签个字, 今天就去民政局。 说完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 拍在了桌子上。 王川看到协议书之后,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周娜娜, 你也太过分了吧, 竟然敢拿离婚开玩笑。 我摇了摇头说, 我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不可能再和你生活下去了, 我要和你离婚。 卧室的婆婆也听到了我说要离婚, 她立刻站在王川身后, 插着腰对我说, 离婚可以, 但是房子得一人一半, 我儿子可不能吃亏。 我早知道婆婆会说这种话。 我不紧不慢地从随身的包包里 拿出了房产证, 放在了桌子上, 对婆婆说, 你睁开眼好好看看, 房产证写的是谁的名字。 婆婆立刻闭上了嘴, 因为她心里清楚得很, 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 当初我和王川结婚的时候, 他一无所有, 我本身就有房有车, 所以也不再在乎这些。 婚后并且也允许了王川 把婆婆接到家里来住, 没想到时间长了, 婆婆竟然惦记起我的房子。 眼看分不到房子, 婆婆又坐在地上哭闹起来, 嘴里喋喋不休地说些不甘不敬的话。 我却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婆婆, 任由她坐在地上撒泼打滚。 我对王川说,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都一定要和你离婚, 你现在如果答应了, 婚内的存款我可以分你分一半, 否则咱们就法院见, 到时候你一分钱都得不到。 王川低着头似乎在权衡利弊, 最终他握紧了拳头。 咬着牙说, 我签, 但你别忘了, 婚内财产要分我一半。 我点了点头, 拿起笔签上了我的名字, 王川也不情不愿地签了离婚协议书。 拿到离婚证时, 我瞬间感觉一身轻松。 我去银行里取出了两万块钱交给王川。 王川震惊地说, 不是说分我一半财产吗? 咱们婚内财产难道只有四万块钱? 我直接把银行卡明细打印出, 递给王川。 你以为能有多少钱? 这么多年, 家里一直靠我在养。 你妈你妹妹哪个没问我要过钱, 就这两万块钱, 你不要算了。 王川立马把钱装在了背包里, 凭什么不要? 这是我的钱。 我懒得理他, 只是冷漠对他说, 钱你拿到了, 我献你三天之内带着你妈从我家滚出去, 否则我就直接报警赶人。 王川不甘地瞪了我一眼, 但是也只能带着他妈收拾行李离开我家。 临走时, 婆婆一边哭, 一边扒着门框死活不走, 这是我的家, 我不想走, 我凭什么要走? 我冷漠地告诉婆婆, 这是我的房子, 不是你的家, 我现在和你没关系了, 再不走我对你不客气。 看我要叫保安, 婆婆才不情不愿地 跟着王川离开了我家。 赶走了婆婆和王川之后, 我觉得浑身轻松。 之前家里总是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现在家里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突然感觉世界无比的安静, 好像甩掉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离婚前我每个月两万多的工资, 几乎全部都要花在家里, 所以我从来不敢买任何稍微贵一点的东西, 可现在我才知道一个人挣钱, 一个人花究竟有多少。 一个月两万多的工资, 足以让我在我们这个二线城市, 过上十分潇洒的生活。 我看上的衣服可以想买就买, 好吃的东西, 我可以想吃就吃, 生活快乐到让我无比后悔 为什么没有早点离婚。 我本以为我以后再也不会见到王川, 没想到半年之后, 他却突然出现在我们公司门口。 一见到我, 他就跪在地上抱着我的腿大哭, 老婆,求求你帮帮我吧。 我做生意失败欠了三十万, 现在债主找上门来了, 我无处可去了。 我厌恶地甩开王川, 你做生意失败欠钱关我什么事, 我一分钱都不可能给你, 我们俩已经没关系了。 说完我转身就要走, 王川连滚带爬地拽住了我的腿, 像抓住了最后一次救命稻草一样。 老婆, 以前都是我做错了, 我对不起你, 只要你帮我还了这借笔债, 我保证以后一辈子对你好, 一辈子爱你。 王川的话说得我想吐, 我忍不住翻个白眼, 对他说, 王川, 你难道还没有认清楚 你自己在我心里到底有多恶心吗? 我看到你就想吐, 听你说话就觉得反胃, 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 我不可能帮你。 王川还是不愿意放开我, 我直接叫来写字楼的保安, 让他们把王川扔到了马路上。 几天后, 一个我和王川共同的朋友告诉我, 王川根本就不是做生意失败, 而是和我离婚之后迷上了赌博。 他很快就将积蓄赌输得一干二净, 还欠了三十万的高利贷。 现在债主正在到处找他, 王川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圈, 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借给他钱, 因为都知道他不可能还钱。 但我对王川究竟为什么欠钱, 欠了多少钱根本不感兴趣。 因为在我心里, 我和他已经是陌生人了, 他不管做出什么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 但让我震惊的是, 一个月后我突然从这个朋友口中, 得知了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消息, 婆婆竟然去世了。 我和王川离婚时, 婆婆一心想着王川能够孝顺他, 但没想到王川染上了毒瘾, 输光了所有的积蓄。 不仅孝顺不了婆婆, 还逼着婆婆每天打工挣钱给他还债。 婆婆为了多挣点钱, 去做了擦大楼玻璃的工作。 这份工作十分危险, 要从几十层的大楼顶楼一直擦到底层, 防护措施只有一条安全绳。 万一安全绳出了什么问题, 那做这份工作的人肯定会没命。 可婆婆顾不了这些, 她一心挣钱给王川还债, 但没想到就在她刚入职没几天, 安全绳就突然断裂, 婆婆从二十六楼掉下来。 直接当场摔死, 之后王川, 婆婆婆的单位大闹, 获得了一百多万的赔偿。 我以为王川拿到婆婆的赔偿金之后 会去还清赌债, 从此之后好好过日子。 但让我没想到的是, 几天后,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条新闻, 画面上王川戴着手铐, 被一群警察从一家地下赌场带了出来。 我这才知道, 原来婆婆之所以会从二十六楼摔下来, 是因为王川偷偷割断了安全绳。 王川在拿到赔付金后, 第一件事不是去还赌债, 而是又接着去赌场赌博, 希望能翻本, 结果又输了个金光, 还道歉了一百多万高利贷。 婆婆的单位调查出王川的这些事之后, 开始怀疑她, 并且报了警。 警察经过调查后发现, 婆婆的死果然是因为王川造成的。 得知这件事之后, 我不禁摇头感叹, 当初婆婆口口声声说自己生个孝顺的好儿子。 王川也一直说婆婆不容易, 要好好孝顺婆婆。 没想到最后王川就是这么孝敬婆婆的, 亲手将婆婆唯一的救命稻草安全绳割断, 任由婆婆从二十六楼摔死。 然后心安理得地拿着婆婆的一百多万赔偿金, 去赌场输了个金光。 果然像这种孝心外包的男人, 根本就只会动嘴, 等没有了外包对象。 轮到他们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再也想不起来要孝顺父母这件事了。 不久之后, 王川被判了死刑, 这件案子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人人都震惊于王川的狠毒, 竟然亲手杀了自己的母亲。 所以, 他的死刑判决出来之后, 网络上一片叫好的声音。 王川被执行死刑前, 我收到了一封信, 是他从监狱里寄来的。 王川信上说他十分后悔, 当初不相信我, 想向我道歉。 但我却连看都不想看, 直接用打火机点燃了这张纸, 把灰烬冲进了下水道。 我永远都不想再和王川有任何瓜葛。 两年后, 我被公司调到了新的城市工作, 在这里我认识了新的人, 有了新的生活。 过去的一切已经在我心里烟消云散, 把握好自己的未来才是最重要的。 当初不知的未来才是一切。 中文字幕——YK